你想要知道我对你有什么幻想 你就去听就好 关于我和别人的故事 反正很好听 会唱歌的胖胖的小朋友 感谢自己 没有放弃过自己 我觉得他们很棒 可爱重要一点 稍微平凡一点 感谢自己 哈喽大家好 我是快乐变成瘦子的朱星栋 这张专辑叫做 关于你的所有幻想 你想要知道我对你有什么幻想 就去听就好了 反正很好听 其实这个你就是想要给那些 我们同时生活在一个城市 然后我们可能一起经历过很多相同的事情 但是又从来没有见过面 甚至不知道这个人的那个你 对 我觉得感谢在这个世界上的陪伴 然后这一张的话会有13首在里面 你觉得和前两张最大的比较出过什么 应该说是可能在你的切入的角度和视野 可能会有发生变化吧 我第一张说的是我自己的故事 然后第二张变成别人的故事 第三张可能就是关于我和别人的故事 我觉得它是这么一套 我觉得这首歌一定是那种 你要去多听几遍的一首歌 它可能旋律很简单 但是这个简单里面可能是带有一些 和我以往不一样的比如说一些比较甜的东西 一些浪漫在里面 而且这首歌其实对我来说还蛮特别的 它算是我三年三张专辑里面第一首就是制作周期这么长的一首歌 其实当时在想的时候很有趣 因为我没有在考虑说要不要再像之前一样拍MV之类的 那后来觉得大家听歌嘛 可以在听歌过程更有趣一些 那我们可以就是换一个方式做成一个短剧的 可以算是微电影的方式吧 然后写了三个小故事 然后我们把它拍出来 梦境秋复就是痊愈 把它放到最后 爱的事用正在中间呢我觉得其实是洒脱 情感见动可能就是 更想表达一个现代人的一个状况吧 有很多人可能现在就是处于一个我想爱但不敢爱的一个 对 所以大家千万不要收敛对我的爱 多一些 最高度 还算能够应付自如 谁先说 今天刚发一首歌 然后是我自己写词作曲的一首歌叫《笑话》 那首歌其实是四年前写的歌 我觉得那段时间就是一个十分处于一个十分迷茫的阶段 你根本不知道自己是谁 我想要做什么事 但是那个时候就很迷茫 但我觉得对于我来讲 我迷茫 可能不一定是一件坏事 你有更多的时间去思考问题 也有更多时间去学东西 然后也有更多的时间去吃好吃的 去增加自己的脂肪 我觉得对 四年前的那段时间应该是还在上学的时候吗 我在读大学 读着读着就去参加了比赛 比着比着就拿到第二名 你拿到第二名之后出来 可能就会有人想要跟你合作 说那有没有想要考虑做歌手 当然有 可是当你真正的进入这行 你发现 哇没有这么简单 很多东西和你想象中的完全不一样 所以突然一下觉得自己就是个小朋友 会唱歌的胖胖的小朋友 很多人都会告诉你 其实你不适合做这个 你要不要考虑停止或结束 所以那段时间你不知道该干嘛 很多虑 一多虑就想吃东西 一吃东西就会胖 胖了又想减肥 还减不下来 然后就是一个死循环 还好就是找到了正确的方式 我觉得 感谢自己 没有放弃过自己 三个字来形容一下你的粉丝 哇我那些 可爱善良美丽大方歌迷 怎么三个字哪里够 肯定不够了 我觉得他们很棒 对我觉得尽管他们会做一些 我奇奇怪怪的表情包 甚至我都不知道我那些表情 是什么时候出现的 但是我觉得很好 有时候你工作回家累了之后 回到家 大家看看 其实满足的 所以我觉得真正要用 如果非要用三个词的话 就是调皮可爱 善良 单眼皮还是双眼皮 单眼皮吧 长发是短发 短发 高挑还是娇小 娇小 肯定很可爱 嗯 可爱重要一点 像起来好看还是吃东西好看 吃东西好看 国系相处还是平凡练习 肯定要 稍微平凡一点啊对不对 喜欢这样说出来还是爱在 爱你在心头难开 难开吧 我可能会是这样的 冷漠吧 好 翻白眼 翻白眼 要翻几个 白吗 超白的 还能帮我 帮我 磨啊 蠢 好 一千 要吃 不吃 吃 超 我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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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 你 我吃 你 我吃 你 字幕志愿者 杨栋梁